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叔叔,我想买这个。 周末难得陪周成回了趟老家。 我躺在卧室的床上刷手机, 就听着他侄女撒娇似的说话。 周成兄弟两个,家里就这一个侄女, 剩下的都是男孩, 他向来疼周圆圆疼得很。 果不其然,学习用的。 那买两个,给你弟弟带一个。 周圆圆还有个弟弟, 也就是周成的侄子,叫周亮。 他一开口,我就听到周圆圆声音中 似乎都带着笑。 好,亮亮肯定很开心, 谢谢叔叔,叔叔最好了。 周成被哄得心花怒放。 我听到了支付成功的声音。 我走出房间,看了眼坐在客厅沙发上的周圆圆, 脸上挂着笑,圆圆买的什么学习用的, 刚好李里今年也要上学了。 我看看,周里是我和周成的孩子, 唯一的孩子。 我往沙发上依靠,视线转向周圆圆, 一边招呼她,一边余光, 看见周成默默地把手缩回去。 李里还小,用的不是一样, 她撞似若无其事地收回手机。 话音未落,周圆圆直接把手机页面储到我面前, 审审,书包而已。 我看着页面上大五位数的价格,书包,而已。 周成刚刚怎么说的? 买两个,那加起来得有个小六位数。 我的表情有些僵,或许是看我没说话。 周成看了眼我, 又转而摸了摸周圆圆的发顶你。 圆圆,你去玩吧。 他们几个男孩子在外边疯跑, 周成让周圆圆也过去和他们一起而玩。 等到周圆圆一走, 周成立刻凑过来, 她的语气有些讨好。 老婆,她一个小孩子开学, 想买个好点的书包。 我当叔叔的总不能拒绝, 别生气啊。 她扮拥着我, 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看我没动静, 又慢慢起来, 开始给我捏着肩膀。 客厅里就我们俩在。 我叹了口气, 想要和她讲道理。 周成, 我知道你疼他们, 但谁的钱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李李今年要上学, 我都没舍得给她买这么贵的书包。 你倒好, 一下送出去两个。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多生气。 周成兄弟两个, 他大哥初中辍学, 父母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周成身上, 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他从毕业开始, 就担着一家人的生活。 我公婆不止一次地当着我面前说, 让周成以后帮着点大哥。 他们都是一家人。 我是独生女, 自小物质条件和精神状态都是富养。 也没觉着什么不对, 一家人互相帮忙是应该的。 再加上周成嘴甜, 一口一个老婆地哄着, 我软下态度。 得了, 这次买就买了, 下回看着点价钱, 小孩子不能这么惯着。 你现在给他买这么贵的书包, 等以后他还要别的奢侈品呢, 大嫂不上班, 大哥又没有这个能力。 不知道说到什么, 周成给我捏肩膀的手一顿, 他背对着我摁了一声。 原以为这不过是小孩子上学前的一个礼物, 我没怎么放在心上。 离离开学一个星期, 我和周成的衣服平常都是直接走店里订做衣服, 那边设计师给我发了过来几件 刚刚时装周下来的新款。 今年公司那边有几个重要会议, 我打算给周成多订几件。 我起身到书房找他问问款式, 他不在。 书桌是我俩共同办公的地方, 一般来说他不在的时候都是我在用。 我想着顺便可以看看公司的年度报告, 坐在办公椅上。 电脑上登着微信, 我坐下的同时就听着消息提示音。 是周圆圆。 叔叔, 你上次答应给我买的芭比娃娃, 我选好了。 叔叔直接给我买了吧。 这条消息很快被链接盖过去。 周成的手机不在, 估计被他拿走了。 我挪动键盘顺着链接点进去。 是某品牌联名限量款, 一个芭比娃娃就十三万多。 我气笑了。 何计这小侄女是拿周成当冤大头了呗, 书包至少还能算上学习用品。 她今年都十二岁了, 芭比娃娃除了摆着好看, 有个屁用。 周成绝对不会给她买的。 不等我插掉消息框, 周成回消息了。 圆圆, 你现在马上升出中了, 学习为主。 再说了, 这个芭比娃娃是不是有点贵? 我靠在身后的椅子上, 单手储着下巴。 看吧, 我就知道个屁。 但是叔叔, 你上次给亮亮买的乐高积木 比芭比芭比娃娃还贵。 我就是喜欢这个, 求求叔叔了。 我手上一个没稳住, 胳膊直接砸到椅子把手上, 疼得我撕了一声。 再抬头看屏幕, 周成已经妥协了。 好好好, 叔叔给你买了, 等着收获就行了。 好好学习呀。 下边付了张付款成功的截图, 仔细看尾号, 用的还他妈是我的卡。 我看着特意从银行里 调出来的付款记录, 眼前有些发黑。 周成从厕所出来, 估计没想到我也在, 他惊恶的原地停了几秒。 面色恢复正常, 老婆, 怎么了? 这种粉饰太平的淡然。 我顺手把平板递过去, 另一只手不动声色地 把微信聊天页面插掉。 给你订衣服, 你自己选选款式。 他没发现不对, 笑咪咪地过来, 要亲我。 谢谢老婆, 我就知道老婆最好了。 如果是以前, 我会觉得这是对我的爱和尊重。 这会使我总算察觉出不对, 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装作往外走, 你自己先看吧, 有合适的就发过去。 等走到门口, 我突然转身。 对了, 今天不想吃阿姨做的饭, 我的手机放楼上充电了, 你的手机给我订个外卖。 周成没多想, 把手机递给我。 客厅里里里里在玩玩具。 我上了二楼的厕所, 顺手关上门。 周成的手机密码我知道, 点开和周圆圆的聊天记录。 上下翻了不过二三十条, 其中有一半都是付款链接。 小到铅笔本子, 大到赛车城堡, 甚至中间还夹杂着名牌包和香水。 周圆圆三句不离叔叔, 真好谢谢叔叔叔叔, 我又想买什么了。 一排算下来, 就已经百万有余。 我拿着我的手机 对付卡消费记录, 发现除了周圆圆的这些, 还有着不少转账记录。 收款人是他哥。 周成这哪是跟他大哥互相帮衬, 这是直接把他大哥一家供起来了吧, 一天三炷香都不够的那种。 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周圆圆年纪小, 估计不懂代购或者专柜, 他发的链接都是淘宝。 我打开周成手机上的淘宝, 翻开全部订单, 收货人只有一个, 写的周圆圆的名字。 其他的我都能找到理由。 但名牌包和香水, 这两样东西既不能吃, 也不能喝, 对于周圆圆来说, 着实有些无用。 属实不像这个年纪会要的。 其中最近的一次订单是两天前的, 除了爱某世家的新款, 还有个定制的金项链。 我查了下快递预计送达时间, 楼下周成在喊我, 老婆, 点好了吗? 我把周成的买卖截图和给他哥转账截图 全部发到我的手机上, 抹干净所有痕迹, 胡乱地点了份外送日料。 从厕所出来, 我面色平常地把手机还回去, 点好了, 给你。 页面还停留在我点的外卖上, 周成摸了摸我的头发, 想吃日料了呀老婆。 这不过是一句随口, 我试探性地恩了一声, 外送的到底不如在店吃的口感, 老公, 要不明天你陪我和李李去店里吃。 我看见周成脸上一闪而过的慌乱, 他攥着手机的手臂微微抱起青筋, 随后敷衍地笑笑。 明天可能不行, 有几个生意厂商的朋友要谈买卖, 下次吧。 说完不给我机会, 他几乎是落荒而逃。 我看着周成的背影, 冷冷地勾起嘴角, 什么朋友需要送名牌包和定制项链呢? 哦, 我差点忘了, 大哥家里除了周圆圆, 还有一位成年女性。 更何况, 我曾听周成在无意喝醉后 喊过他嫂子的名字。 我和周成算是相亲认识的, 他大学毕业招聘进我爸爸的公司。 虽然业绩能力一般, 但在一众下班之后 就去喝酒蹦迪的年轻人里。 周成每天按部就班地回家休息, 从不出去花天酒地。 这个良好的作息引起我老父亲的注意。 家里就我这一个闺女, 爸爸一直觉着商业联姻会委屈我, 怕我到婆家过得不好。 干脆找个身家清白, 为人老实的, 只要我以后不赌博, 不投资, 不创业。 家里打下的产业够我吃, 三辈子还有得多。 在我爸的安排下, 我跟周成见面, 他虽然处处拘谨, 好在长相还算干净, 给人第一眼的印象是不讨厌。 我这个人对于婚姻看得很淡, 大概从小得到足够多的爱。 多他一个不算多, 少他一个也不算少。 爸爸觉着周成可以, 特意拉着我细数了周成的优点。 说是在这个繁华浮沉的年代, 一个男孩子能守住本心, 以后肯定会对妻子对家庭都负责。 后来我才知道, 周成哪是守住本心, 他是没钱出去花天酒地。 每个月工资一到账, 周成在身上只留够自己的零花钱, 剩下的全部打回去养他那对吸血的父母和歌嫂。 当然,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我们结婚后。 这个问题从一开始, 周成没瞒过我, 我又不在意他那点工资, 想给谁给谁呗。 在一起后, 我带着周成尝试有钱人玩的游戏。 高尔夫, 马场, 酒庄, 很多生意都需要在特定的场合谈, 他总不能一窍不通。 而周成也有悟性, 短短一个月就把这些摸得差不多了。 那时候我还挺高兴, 毕竟家里的公司交给我接手, 有时候顾不上的, 肯定要周成帮忙。 他有能力总比没能力的好。 我从来不限制周成的花销, 有好几次我不在, 账单走我的账户, 每一笔都是六位数以上。 我问了周成, 他逼着头承认是他花的, 说是公司聚餐, 领导逼着他请客, 他没办法。 谁家公司聚餐在高尔夫厂? 我对周成没设戒心, 也没察觉到不对。 就拍拍周成的肩膀安慰, 没事, 想花就花呗,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转身就跟我爸告状, 把周成的领导训斥了一顿。 现在想想, 恨不得把自己的脸抽烂。 我跟周成相处一年多, 吃饭我签单, 买衣服我刷卡。 给周成送的礼物, 大大小小不计其数。 既然奔着结婚去的, 我并不在意花了多少钱。 而周成给我的, 是生日时淘宝上买的 十块零五毛的珍珠发卡。 第一次给我戴上的时候, 珍珠还掉了几颗? 是他拿出的一罐手折的星星, 对我说这是他嫂子亲手作折的。 可珍贵了, 彼时看着他眼睛里的不舍, 还以为这折星星的纸是拿金箔做的。 现在想想, 哪是星星珍贵, 是他嫂子珍贵吧? 周成出门后, 我换了身方便的运动服, 带着棒球帽和口罩。 根据周成的手机定位, 他上午去的公司, 我在停车场等了一天, 累了就刷手机, 饿了就叫外卖。 周成的手机定位动了, 我把口罩拉上来, 他穿了身利落的西装, 手上拎着礼品盒子, 看那个大小, 应该就是包包和金项链。 周成在车里打了个电话, 我静静等着, 隔了五分钟, 和他的车子一前一后离开。 手机定位朝着我熟悉的地方挪动, 是我昨天点外卖的那家日料店, 因为口感不错。 以前我跟周成经常会过来, 昨天还说没时间陪我的周成, 打开后备箱, 拿出精心准备的礼物。 而餐厅门口的等候区, 周成的嫂子许丽带着两个孩子早就来了, 互相打了招呼。 周成摸了摸周圆圆的头发, 然后把礼物盒子递给许丽。 她很自然地就接过来了, 看样子不是一次两次, 也没停多久, 周成带着他们进去。 四个人的背影就像一家四口, 说来可笑, 周成第一次吃日料, 还是我带她来的, 店里都是私密包间。 我不好直接进去, 趁着背影拍了几张照片, 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周成给许丽打开副驾驶的门, 周圆圆蹦蹦跳跳地抱着周成的腰。 周亮不甘示弱, 许丽站在灯光下, 看着他们笑闹。 这一幕很是温馨。 我双手搭在方向盘上, 莫名出神。 在很久之前, 周里也这么跟周成撒娇。 那时候周里不到两岁, 因为剪玩具, 脑袋碰到桌子, 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 小小的身子抱着周成的腿, 仰头喊爸爸我疼。 那时候周成是怎么说的? 这个男人扯开周里的胳膊, 脸上带着淡漠, 男孩子要坚强点, 整天哭哭啼啼地像什么样子。 看到我在旁边, 他才转变了态度, 摸了摸周里碰红的脑袋, 脸上扯出一抹尴尬的笑。 李李乖。 我以为那是周成对孩子的教育不同。 为了配合他, 每次周里受了委屈, 我都会说让他坚强点。 爸爸最喜欢坚强的小朋友了。 现在看来, 周成哪是需要李李坚强。 他根本不需要李李。 车子会入街道, 很快消失。 我从座位上下来, 看着车子消失的方向, 说不清楚现在的心情, 但李志还在。 我摸出手机, 调出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号码, 电话接通。 我冷着声音, 梅姐帮我调查两个人。 赵梅梅是我学姐, 大学学的法律。 毕业后, 自己开了家私家侦探社。 我俩关系不错, 他听见周成的名字, 在电话那头语气惊讶。 这不是你老公吗? 怎么了? 我的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已婚妇女调查自己另一半能有什么原因? 他大概反应过来, 行, 最迟三天, 我把资料传给你。 挂了电话, 花坛旁边有椅子, 我企图把混乱的思绪梳理清楚。 我很明白。 我对周成没有特别多的爱, 可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 难免会有情感寄托。 我一直以为哪怕为了孩子, 我们俩也会将就下去。 现在看来, 还是我天真了。 调查资料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梅姐把文件发给我的时候, 看着上边密密麻麻的照片和文字。 我的脑海嗡的一声, 高中同学, 暗恋对象, 阴差阳错, 密切联系。 这几个词放在哪本小说 也是男女主虐恋情深的存在。 合计, 我就是个恶毒女配。 书房配置两个电脑, 周成还没回家, 我深吸一口气。 根据文件上的时间线, 周成和许丽曾经在同一所高中上学, 那时候周家穷, 她不敢给许丽表白。 高中毕业, 班级聚餐, 不知道谁把许丽叫过来了。 借着酒进, 周成和许丽睡了。 刚成年的岁数, 他俩都有点害怕, 之后两个月没联系, 证据到这就断了。 再往后就是许丽突然和周成的哥哥周宇结婚。 那时候周成再上大学, 也就是说, 许丽没有上大学。 但是根据赵美美发来的成绩单, 许丽的第一志愿是被录取了的。 周圆圆出生。 美姐资料做得不错, 连周圆圆出生时医院记录的体重都有。 我从手机上查了早产的数据, 双方对比, 屏幕的光照在我脸上。 我冷笑一声, 什么早产? 谁家早产一出生就是七斤? 我心里隐隐有了个可怕的猜测, 如果真和我想的一样, 那就证实了许丽之所以不上学的原因, 以及周成为什么总是给他哥转钱, 头上那么大一顶绿帽子, 让周宇忍着, 可不得拿钱砸吗? 文件还剩下最后两页。 周成突然推门, 我看得太认真, 没发现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老婆, 男姐喊你下去吃饭呢? 他自然而然地朝我走过来, 屏幕上是最近公司做的单子。 我摁了一声, 从椅子上站起来, 光看订单数据了, 没听见, 你刚回来吗? 手臂碗上周成的胳膊。 我强忍着恶心, 不给他坐下的机会, 一块往楼下走, 因为在订单后边, 是我还没来得及插掉的资料文件。 从那天见过许丽之后, 我没刻意关注周成, 不知道他最近干嘛了。 周成跟过去一样, 老老实实汇报自己的行程。 每个时间段都能对得上, 乍一看,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仔细琢磨, 他说的时间限水得很, 有些东西根本无从查证。 李李坐在自己专属的位置上, 男杰给他做的营养餐。 我过去亲了亲儿子的脸蛋, 他笑咪咪喊我妈妈。 周成却毫无动摇, 拉开椅子坐下。 周李的眼睛像我, 鼻梁像爸爸。 明明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周成对他的态度, 和周圆圆天差地别。 我鼻尖一酸, 摸摸周李的头。 李李乖, 吃饭。 那边周成已经缩完一根鸡翅了。 我没多少食欲, 胡乱地扒了两口。 餐桌就我们三个人。 周成和我坐得有些远, 老公别动。 就着灯光, 我靠近周成, 他没察觉到不对, 问了一句。 怎么了? 我把手摸上周成的脑袋, 恶狠狠地往下一拽。 有白头发, 他被疼得撕了一声, 手劲挺大的。 我一把拽了好几根, 能不大吗? 面上一脸无辜。 肯定是老公最近工作辛苦了, 你带着李李先吃, 我上去给你放水, 晚上好好泡泡澡, 转身上楼。 我立刻找了个干净的小袋子, 把拽下来的头发小心放好, 这可是用来和周圆圆 做亲子鉴定最有力的证据。 浴缸里放着精油, 周成只穿一条平脚内裤出来, 他这些年身材保持得不错, 头发湿漉漉的, 一上来就想亲我。 我故作镇定地推推他的头, 走开走开, 头发还滴水呢? 周成委屈巴巴, 老婆嫌弃我了, 那之后就是拿脑袋蹭被子。 在他看不见的角度, 我撇撇嘴。 对了老公, 后天周末, 李李说想去游乐园玩。 趁着有时间, 你把大哥一家叫过来呗, 正好圆圆亮亮能和李李一块。 周成猛地抬头, 我把玩着背脚边的刘苏, 他看起来还挺惊喜。 行啊, 那我一会给大哥打电话。 说是一会, 周成根本等不及, 当着我的面拨通号码, 接电话的是许丽, 听说邀请他们来玩, 许丽语气里带着迟疑。 圆圆亮亮, 倒是有时间。 但你大哥还得上班? 周宇在我爸的公司, 也是周成安排的, 毕竟按照周宇的真实学历, 根本摸不到我家公司的边。 要是以前, 我肯定就说给人事那边打声招呼, 让周宇直接出来就行了。 但是我这次的目的只是周圆圆, 当即对着手机, 没事嫂子。 那你带着圆圆和亮亮一起来, 挂断电话, 也不知道是能见到自己女神的激动, 还是出于对我的愧疚。 周成爬上来要跟我亲热, 脑袋蹭着我的胸口。 老婆你摸摸, 头发不湿了。 我一脸假笑, 最近太累了, 下次吧。 随后直接给他表演一个秒睡。 现在的周成在我眼里就和一只人形大蟑螂差不多, 我还跟你亲热, 我不拍死你就得了。 第二天, 趁着周成上班, 我把剩下的文件看完了。 周成和许丽之间有猫腻是实打实的, 现在就看周圆圆和周成的关系, 把资料拷贝到我的手机里。 电脑上删得干干净净, 我肯定要和周成离婚。 但是这些年, 他从我手上拿走多少钱, 又靠着我爸爸的身份得到多少福利。 我要他一点点的都还回来。 公司现在还是爸爸的名字, 可我占了不少股份。 如果离婚的话, 周成肯定要分走一半。 我强打起精神, 立刻打电话着手准备。 当然, 一切都是背着周成进行的。 许丽他们一大早地就过来了。 周里穿好衣服, 开开心心地带着哥哥姐姐 去自己的玩具区玩。 我从楼上下来, 许丽坐在沙发上, 包放在旁边。 我一眼就看出来, 这是前两天周成才送的那个。 这简直就是明晃晃地打我的脸。 我深吸一口气, 脸上带着笑。 嫂子, 来这么早, 吃饭没? 许丽站起来, 吃过了, 都是圆圆他俩, 一听说要去玩, 等不及赶紧过来。 说话的时候, 周成穿着休闲运动服进来, 一屁股坐在许丽旁边。 要是平常, 这种小细节我并不在意。 但当有些东西放大以后, 我突然发现周成和许丽 穿的是情侣鞋。 许丽可能察觉到我的视线, 往旁边挪挪, 故意解释一句, 周成还跟长不大的小孩似的。 对了,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把三个小孩叫下来, 游乐园离这边有点远, 一辆车肯定坐不下。 我等着周成表态, 果不其然。 他从车库拿了钥匙, 老婆, 嫂子不会开车, 你带着李里一辆, 我开车带着嫂子他们, 根本不是商量, 其他人都很自然地 接受这个安排。 我站在原地没动, 周里有点委屈, 我也想跟爸爸一辆车, 从小没得到多少父爱。 在这个时候, 看到哥哥姐姐能跟爸爸一块, 周里更羡慕。 许丽脸色有点尴尬, 要不然, 我跟弟妹一起, 让李里过来吧。 周里眼睛一亮, 不等跑过去, 周成择了一声。 我哪能看住三个孩子, 闹腾死了。 周里听话, 跟你妈妈一起。 周圆圆和周亮 兴高采烈地爬上车子, 我蹲下来抱着周里。 乖, 有妈妈就够了。 不管是现在, 还是未来, 只是这件事坚定了我要离婚的想法。 游乐园门口停了很多车, 周圆圆走在前面, 扎得马尾甩来甩去。 周成的车子后座, 我提前拿胶带粘过, 周圆圆在车上不老实, 头发肯定会被粘住, 衣服上散落几根。 我故意揽着周圆圆的后背, 实则把这些头发收集起来。 周亮按年纪和周成对不上。 但是这种事谁好说呢? 他头发短, 粘不住, 要想收集到, 只能另外找机会。 这个机会来得很快。 周亮贪玩, 爬上成人区的高台, 失足掉下来。 那时候我在陪着周里, 听见哭声才过来。 地面一片鲜血。 周亮哭得吓人, 游乐园的管理人员打电话叫救护车。 而周成和许丽不见人影, 足足过了五六分钟。 他俩才一前一后地急匆匆地回来。 周成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就是指责我怎么看孩子的。 我眼神落在许丽嘴上, 他来之前的口红掉了一大半。 看模样还来不及补。 周里吓得抱紧我的脖子, 周成抱着周亮, 许丽陪在旁边。 我悲哀地发现, 周成名义上是我的老公, 可在关键时刻, 我身后空无一人。 救护车拉着周亮去医院, 坐不了太多人, 周成嫌弃地瞥了我一眼, 你带着周里回去吧。 地面上那滩血刺眼, 我冷漠地笑笑, 把血液和头发都收集起来, 巴布地不让我去。 有了这三个人的样本, 我花了大价钱, 以最快的速度送到亲子鉴定中心。 加钱的情况下, 六到七个小时就能出结果。 鉴定的单子出来的同时, 我接到周成的电话。 那边语气恶狠狠的, 江青,你看不好孩子, 难道连个电话都不能打吗? 这么长时间, 连一句对亮亮的关心都没有。 背景是许丽的哭声。 我看着单子上血红的报告结果, 经鉴定, 周成与周圆圆, 周亮有99.99%直系亲属的可能性。 我直接挂断电话, 如你所愿周成。 不光是周亮, 你们家所有人我都会关心到的, 希望你能感受到我的良苦用心。 周里或许是白天被吓到了, 晚上开始发烧, 迷迷糊糊里开始喊爸爸, 在他幼小的心灵, 父母是他最大的依靠。 我给家庭医生打电话, 半夜折腾着给李李打了退烧针。 看着他困得睁不开的眼睛, 还在小声地哼迹爸爸别生气。 我又开始心软。 为了李李, 我是不是要给周成一个机会? 至少不要让周里童年缺失父爱。 周里中间稍微清醒一会, 小小的一个, 头上贴着退烧贴。 他拽着我的袖子, 眼睛里水汪汪的。 妈妈, 爸爸回来了吗? 我摇摇头, 周里小声, 是不是爸爸还在生气, 哥哥受伤了, 他会不开心的。 以前我忙的时候, 周成偶尔会带周里 去跟周亮他们玩。 不知道究竟发生过什么, 让周里有了哥哥受伤, 爸爸就会生气的想法。 我摸摸周里的脑袋, 和李李没关系, 你想爸爸的话, 妈妈给他打电话好不好。 我在周里期待的眼神里 拨通周成的电话, 那边没人接, 记不清楚究竟打了几个, 周里的眼睛越来越暗, 他的烧还没退, 撑不住睡过去。 可睡之前还在嘱咐我, 如果周里接电话, 记得叫醒他, 他要给哥哥道歉。 对面的手机关机? 我守了周里一夜, 直到早上他才退烧。 男姐上来跟我换班, 心疼得让我赶紧休息休息, 心力交瘁。 我回到房间, 却刷到许丽的朋友圈。 守了一夜, 儿子睡着了, 谢谢陪伴, 我一定会坚强的。 配图是头上包着纱布的周亮照片, 以及他身上盖着的周成的外套。 我放大图片, 昨天打了一夜的号码, 手机就在周亮病房的床头。 这一刻, 我和周里仿佛是个笑话。 我是被周成从床上拽起来的, 一夜没睡, 好不容易不会叫。 周成穿着白天的运动装, 指着我的鼻子, 舅妈, 亮亮头上缝了八针, 你还有脸睡觉。 你他妈是冷血动物吗? 我突然起来, 还有点茫然, 我昨天给你打了一夜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周成单手插腰, 亮亮疼得哭了一晚上, 我哄了一晚上, 哪有时间接你电话? 我看着周成的眼睛。 李李昨天晚上发烧, 一直在喊你。 他似乎有些烦躁, 发烧就去看病。 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用? 我能给他退烧吗? 那你在医院呢? 我反问一句, 你在医院哄着周亮, 他的伤口就能愈合。 周成, 你要记住, 周里是你的孩子, 你有责任陪伴他。 或许是我的冷漠态度, 刺激到周成, 他一脸煞气。 江青, 亮亮也是我的责任。 他受伤的时候, 你在干嘛? 一个成年人, 连孩子都看不了吗? 我差点被气笑了。 他说, 周亮也是他的责任, 这倒是真的, 但关我什么事? 我在看着李李, 他年纪小。 周成直接爆发, 面色通红, 喘着粗气。 周里周里, 你每天就知道周里。 难道圆圆和亮亮不重要吗? 相比较起来, 我整个人冷静得可怕, 我当然最重视周里。 他是我的亲生儿子, 难道我放着自己的孩子不管, 去管别人孩子? 再说了, 我剥了一下头发。 周亮出事的时候, 嫂子去哪了? 她是周亮的亲生母亲, 不该是她的责任最大吗? 我如愿看见周成眼睛一闪而过的慌乱。 她强撑着态度, 现在是在说你, 提别人干什么。 而且亮亮出事之后, 嫂子一直在医院陪着她。 她的意思是许丽比我善良, 我勾着嘴角笑笑。 只是有点奇怪, 不规避孩子的风险, 选择等孩子受伤, 再进行关心。 那个游乐园, 也没有什么大人单独玩的项目吧? 她一个人消失那么久, 能去哪呢? 以及作为一个母亲, 怎么我陪着周里你就觉着我冷血, 嫂子陪着周亮你就觉着是对的。 周成, 你到底是我老公, 还是嫂子老公? 我问出今晚最难听的一句话, 周成没忍住, 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当时我们俩都没说话, 过了很长时间, 周成往后退了半步。 这一巴掌 是让你清醒清醒, 我这两天住在医院, 不会回来了。 她转身就走, 脚步里藏着慌乱, 等到房门关上, 我深吸一口气, 给你脸了狗东西。 我立即着手离婚前的准备, 找人清算共同财产。 财务这边还没给出具体数额。 我突然收到周宇的信息, 弟妹, 你现在手上有闲钱吗? 能先借点给我布? 我和周宇加上微信这么多年, 单独说话的次数 一只手数地过来。 我皱着眉头, 看着手机屏幕, 没有回消息。 周宇却不依不饶地 打了语音电话。 一张嘴就是一百万。 听起来不少, 但是根据之前周成 给周宇的转账记录来看, 一百万还在周成的 接受范围之内。 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找上我, 我顺嘴问了句, 大哥借钱是为了亮亮吗? 看病毕竟要花钱。 结果周宇比我还茫然, 亮亮咋了? 我就是最近手头有点紧。 身为周亮的亲生父亲, 在孩子出世的两天内 还不知道消息。 我脑海里灵光一闪, 周圆圆和周亮 都是周成的孩子。 那么这个事, 周宇知道吗?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成功, 那么财产就没清算的必要了。 有倒是有, 不过我手机上 只有八十万, 剩下二十万, 你来家里拿行吗? 周宇自然愿意。 我吩咐南姐去取二十万现金, 自己则是在家里 等着周宇过来。 和周成长的不像, 周宇矮, 包牙, 看起来拉哩拉哒, 当着周宇的面, 我把八十万转给他, 但脸上露出为难。 大哥? 你也知道, 现在不是年底分红的时间, 咱们虽然是一家人, 这钱谁花都无所谓, 但是, 我网上指了指, 总得给上面一个交代。 周宇立刻反应过来, 我懂我懂, 闭妹, 我给你写个借条, 你放心, 大哥肯定会还给你的。 南姐送上纸笔, 趁着周宇写借条的同时, 我借口用她的手机打个电话, 随手把针孔摄像头 塞进周宇手机和手机壳中间的位置。 一百万到手, 周宇乐呵呵地从我家离开, 而我看着桌子上的借条, 冷笑一声。 我停了周成的付卡, 毕竟刚给他割一百万, 手上没钱很正常。 而周亮在医院, 住VIP房, 请三个护工, 处处都是钱。 游乐场承担周亮的医疗费, 人家不是冤大头, 多余的钱不会花。 所以周成一直刷的都是我的付卡。 前两天还信誓旦旦说不回来的周成, 没到下午就回来了。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依旧是质问, 问他的卡怎么没法用了。 我点点手机上周宇的聊天页面, 恶声恶气。 你哥刚拿走一百万, 我就是提款机也得还两分钟才能吐钱吧。 周成皱着眉头, 他要钱干什么? 当然是赌博。 周宇要钱之后, 我立刻让梅姐调查周家所有人的信息。 梅姐的资料还是很全面的。 但话肯定不能这么说。 我装得无辜, 他是周亮的亲生父亲, 要钱肯定是给周亮治病, 不然还能干吗? 周成被恶心了一下, 待了不到十分钟, 又走了。 而我慢悠悠地打开连接电脑的摄像头。 半小时, 周成的声音出现在画面里。 你这次又想干嘛? 我这个月已经给了你一百五十万了, 你又要一百万干什么? 周宇正在手机里和人约推排时间, 他不无所谓地抬起头。 老子想要就要, 关你屁事。 周成恶狠狠地握着拳头, 我警告你周宇, 你离江青远一点。 至于原因, 周成没说。 周宇冷哼一声, 老子今天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老子不找他, 要找谁要? 我还真就告诉你了周成。 你对老子态度好点, 不然老子把你的破事抖搂出去, 跟老子有个屁的关系。 听到这里, 我大概明白周圆圆和周亮的身份, 周宇是知道的。 也就是说, 为了钱, 他甘心戴上这顶绿帽子。 整个周家, 没有一个无辜的。 我靠在椅子上, 看着平常在我面前装得温文尔雅的周成, 像一只发了疯的野狗。 那之后就是他俩互相对骂的记录。 我也从对骂里知道了不少信息。 周成当初之所以和我结婚, 也是为了我家的钱。 再加上我长得还算不错, 他家里家外红旗不倒, 彩旗飘飘。 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但现在不会了。 我为他们酝酿了一场复仇大戏, 如今正式开场。 周宇独隐大。 我砸钱找人陪他玩, 拖着他一步步欠下巨额贷款。 没钱还, 周宇就去找周成。 周成的付卡停掉之后, 他连周亮VIP病房都住不起, 只能转到普通病房。 对于周宇一天18个要钱电话, 周成急眼表示自己没有钱, 就是逼死他也没有。 双方拉扯, 周宇威胁周成 要把周圆圆和周亮的身份告诉我。 周成口不择言, 让他想说就说, 大不了和我离婚, 看看他周宇 还有现在的好日子过美。 周宇知道周成说的是真的, 他也只是下下周成罢了。 而这一切都从周宇手机里的监控 传到我的电脑。 我给高利贷的打电话, 告诉他们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贷款公司找到周宇, 让他赶紧还钱, 不然就卸了他一条腿。 这些人都是混黑的, 一个个凶神恶煞。 周宇被吓得跪在地上磕头, 实在没办法, 他把主意再次打到我这里。 这次一开口就是两百万。 我让他写完欠条, 依旧把钱转给他。 等周宇一走, 我立刻把截图页面发给周成。 你的付卡再等等, 钱给你割了。 这像是一个恶性循环。 周宇有钱, 周成就没有, 周成没钱, 周亮就没办法得到最好的医疗条件。 而周成欠下的贷款, 转手又回到我这里。 神不知鬼不觉, 周家陷入混乱。 周成终于低下那颗高昂的头颅, 回来跟我道歉。 江青, 我错了, 我当时不该那么冲动。 亮亮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花钱, 你能不能跟岳父说一声? 我靠在身后的沙发上, 看着几天不见的周成, 面色苍白。 周成, 从小到大, 我父母都没舍得打过我。 话音刚落, 周成左右开弓, 对着自己的脸, 就是十几巴掌。 我错了, 我该死。 我错了, 我该死。 他的脸很快通红。 我看着只有痛快, 没有心疼。 等到巴掌声渐小, 我这才站起来, 行, 我回头给我爸打个电话。 至于能不能借得到, 我没保证, 也没具体时间。 周成老老实实在家待了两天, 我看着他就心烦。 何况我的复仇计划, 这才第一步, 他再到底不方便。 我故意发了两个朋友圈, 照片上戴着周成的手表, 许丽有我的微信。 他自己在医院带孩子, 没人帮忙, 我就不信他能忍住周成, 在家过好日子。 周成饭都没吃, 接了个电话, 就急匆匆地走了。 我陪着周里读完绘本, 哄着他睡着。 如果说, 结婚给了我唯一的好处, 大概就是让我拥有一个懂事的孩子。 但这并不能成为我原谅周成的理由。 计划继续, 周宇刚还上贷款, 立刻投入下一波的赌博。 那些赌场老手都是我花重金请来的, 他哪是对手。 很快, 又输得欠下一屁股债。 这次周宇学经了, 他不找周成, 直接找上我。 反正只要一个借条, 我就能把钱给他。 但他想多了, 我的计划开始正式收网。 周宇要钱的短信 和我爸转钱的信息截图, 我同时发给周成。 他还没回来。 我爸拿了三百万给我, 但是你哥又要钱, 这三百万到底给谁? 周成的电话下一秒直接打过来。 江青, 你听我说。 男姐侧过身子, 电话还没挂断, 他身后周宇舔着笑脸, 卑躬屈膝。 弟妹, 声音有些大, 正好被周成听见, 我放下手机, 大哥今天怎么又过来了? 周宇连沙发都没敢坐, 双手拘紧地搓着一脚。 那个啥, 你看你这还有钱不, 能再借给大哥点不。 周成扯着嗓子, 让我不要借给周宇, 他马上回来。 我开了静音键, 却没挂断电话, 语气有些犹豫。 大哥, 不是我不想借你, 只是最近我手上也确实没有多少。 就剩下最后三百万了, 刚好是周宇欠下的贷款。 周成回来的时候, 周宇已经走了。 我把钱给了周宇, 顺便还拿出他手机里的微型摄像头。 这东西现在已经没用了, 周成跑得急, 气喘吁吁, 蒋青, 钱呢。 我把玩这手机上的支付页面, 抬手拿给周成看, 给你哥转过去了呀。 语气之无辜, 态度之淡然。 他暴躁得像一只疯狗, 你给他干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了 这钱是给亮亮治病的。 他拿了有什么用? 我皱起眉头, 周成你搞清楚, 第一你哥都找上门借钱了,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不可能不给他吧。 第二你哥才是亮亮的亲爸爸, 相比较你这个叔叔, 你哥更疼亮亮才对。 亲爸爸三个字戳得周成, 脸色难看, 他和他的白月光生了两个孩子, 又怎么样? 还不是挂在他哥名底下? 周成手背上的青筋抱起, 但对于我的话, 他不敢反驳, 只能软下态度哄着我。 江青, 我哥那人的脾气性子你也知道, 他只考虑自己, 自私得很。 亮亮还小, 你身为婶婶, 也不想看到亮亮一辈子脸上顶个巴巴, 你能不能想办法问岳父再要点? 他贴着我的身体坐下, 在医院几天没洗澡, 身上散发出一股嗦味。 我秉着呼吸往旁边挪了一下, 沉默片刻。 周成, 我们离婚吧。 周成面色苍白, 唯恐我察觉到什么。 好好的怎么突然说离婚, 是不是周宇跟你说什么了? 你别相信他。 我的声音和周成的声音重合。 周宇一天是你亲哥, 他来借钱, 我就不能不管他, 咱俩办个假离婚, 以后你哥没有借口问我借钱, 我也不用填他这个无底洞。 你是李李的爸爸, 我不可能不管你对不对, 付卡还是给你, 你想用钱随时用。 说完我才像是不理解地看着周成, 大哥没说什么呀, 怎么了? 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吗? 听到我说假离婚, 周成脸色缓和, 他不赞同地双手搭在我肩头。 没, 大哥喜欢胡说八道, 我怕他影响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假离婚是啥意思? 我单手撑着脑袋, 身体故意靠在一边的沙发垫子上, 去民政局打个离婚证, 等下次你哥再问我借钱, 我直接把证甩给他看。 没有这层关系, 他肯定不好意思再借咱的钱。 亮亮的后续治疗, 确实也是一笔大花销。 我夸张语气, 最近这段时间, 光给你哥都给了六百万了, 这钱要是给亮亮和圆圆, 上到大学也用不完, 更何况再这么下去? 还不知道得填多少六百万给你哥呢? 我故意提起周圆圆和周亮, 再加上这些年周成确实被周宇 要钱要怕了, 他咬咬牙凑近我。 老婆, 那这个财产分割? 从周亮出事到现在, 这是周成第一次喊我老婆, 他甚至没有提李李一句, 为的还是钱。 我心里冷笑一声, 手却不客气地捶了周成两下, 财产和周里当然都归我。 怎么,假离婚而已, 你还想拿着我们的钱 出去包小三吗? 你是不是想抛弃我? 是不是想重新找个年轻的? 你看我揍不揍死你? 周成笑着抱紧我, 我的下巴搭在他肩膀, 脸上表情冷漠。 周成轻声哄着, 哪能呢? 我周成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媳妇, 别人再好, 跟我有什么关系? 好好好, 就按照你说的办, 这是尽早不尽晚, 当天下午, 周成连枣都没洗, 就被我拖着去民政局。 我在车上不忘给他画饼, 等正拿到手, 我再跟我爸要钱, 我和李李在家, 暂时花不到什么钱, 到时候都给你转过去。 周成听得眉开眼笑, 人家离婚双方都是大打出手, 只有我和周成和和气气, 签字, 扯正。 我庆幸离婚冷静期还没正式实施, 红色本本一到手, 周成还炫耀式地朝我挥了挥, 老婆。 有这个就不怕大哥了, 我笑眯眯地点点头, 是啊, 我准备了这么久, 为的不也是这个吗? 估计周成要去给许丽 汇报自己的离婚证。 当天送完我回来, 她迫不及待地说去医院看着亮亮。 我嫌她累, 不让她开车, 叫了个滴滴送她过去。 落下的车窗外, 我背着包嘱咐她, 路上慢点, 注意安全。 等我爸转钱, 我就把钱给你送过去啊。 出租车一走, 我把车钥匙丢给南姐, 态度冷淡。 南姐, 把车开到车库, 门口的锁换了。 周成确实收到我的钱了, 不过是周宇六百万欠款的借据。 我直接邮寄到医院。 与此同时, 周成收到我爸公司的辞退通知。 由于周成的能力和职位不匹配, 公司按照加三个月工资的赔偿 直接让她走人。 一块走人的, 还有靠着关系上来的保安队长周宇。 花小钱办大事。 我看着手机上另外转回来的三百万, 抿嘴笑笑。 这点钱我赔得起。 周成打电话给我, 他还天真的以为假离婚呢, 问我怎么回事。 我吹了吹手上新作的指甲, 恍然大悟。 哦,弄错了弄错了。 他声音里陪着笑, 我就知道是公司弄错了, 岳父怎么会辞退我呢? 我笑咪咪地纠正他。 是借条弄错了, 我打算寄给周宇来着, 不过你跟他是一家人。 这些年, 你替周宇擦的屁股也不少, 这借条给你给他都一样。 周成冷下语气, 江青,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事到如今, 我也不装了。 周成, 只要拿了离婚证, 法律上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还有, 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许丽的关系。 电话那头, 周成还在找借口。 我却懒得听了, 直接挂断电话。 周里在楼上玩玩具。 我怕事情出来, 周成会对李李下手, 特意给他请了一个月的假。 上楼的时候, 周成还在切而不舍地 给我打电话。 我直接拉黑删除一条龙。 周成从医院出来, 家里的所换了, 公司那边我也跟我爸打过招呼。 他整整在门口蹲守了一个星期。 期间, 周瑜也来过一次, 他还不知道自己被辞退的事。 独隐没戒, 除了我那六百万, 他又欠下高利贷三百万。 不知道兄弟俩说了什么, 我从门口的监控看到他俩大打出手。 有路人报警, 周成周宇都被警察带走喝茶。 一纸诉状把周宇告上法庭, 让他还钱。 没有了我们家帮衬, 周成根本帮不了他哥哥。 三个月后, 法官上门拍卖周宇现在住的房子。 这房子当初周宇只出了三万块钱, 剩下都是周成掏的, 还给我无可厚非。 拍卖的同一天, 周成不知道借了谁的手机, 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在电话里问我能不能放过他们, 别要六百万了。 他现在一天打三份工, 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 可一个月也只能挣一万多块钱。 就算不吃不喝, 也得还五十年。 何况他还得养着一家老小, 周圆圆和周亮习惯索取高昂奢侈品。 每次出门至少上千块。 许丽以前靠着我过的也是父太太的生活, 现在没有名牌包, 没有首饰礼物。 他看周成越来越不顺眼。 曾经的白月光成了米饭粒, 两个人天天吵架。 有几次还动了手。 我给周里重新找了个学校, 正在送他上学。 手机连着蓝牙, 我声音冷漠。 周成, 你在欺骗我的时候, 早都该想到这一天。 我不会心软, 你也不必再打电话给我。 电话挂掉之前, 我听到手机那头的周成, 气不成声。 周里稚嫩的眼睛看着我, 妈妈, 刚刚是爸爸说话吗? 我拉开车门带周里下来, 摸着他的头发。 李李, 你想爸爸吗? 周里懂事地摇摇头, 爸爸喜欢哥哥姐姐, 不喜欢李李, 李李也不喜欢爸爸了。 一段时间没见, 周里终于对他父亲死心, 我笑着亲亲他的额头, 李李, 以后你只有妈妈就够了。 目送周里欢快地跑进校园, 他身后背着的蓝色书包, 正是曾经周元元问周成要的那款, 我的孩子, 我会给他最好的一切。 我会让他若总有需要更多的